歡迎收看懷疑全世界 帶你走進全世界 我是陳永康 包括兩岸國際大事 帶你深度剖析 打開視野 我特別去YouTube看了下 所有的網友留言啊 很多網友說 等我們訂閱破10萬的時候 叫永康 男辦女裝主持節目 我想半天想不出來 這到底哪一招啊 不過10萬 還有點時間的距離 最近剛破5萬 所以小弟不如 就今天帶一朵鮮花 主持節目 也算是藉此花 來表示永康對於大家的謝意 繼續支持啊 繼續按讚分享哦 來我們看這個禮拜 美國軍演又來了 剛好呢 台灣也準備要進行漢光軍演 是故意營造一個 聯合軍演的想像 藉此來進入北京嗎 另外 我們看到中美貿易戰 這個禮拜瞬間升級 有人說科技戰開打 沒有Google 沒有Gmail 華為能夠撐多久 以及印尼的大選 剛落幕 但動亂才剛開始 菲律賓的其中選戰結束了 杜特利人馬大獲全勝 有人說亂是用重點 他是直接就槍斃 果然在菲律賓 這叫做網道嗎 我們來問一下 今天邀請到的三位來賓 首先是淡江大學 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 黃介正教授黃老師 大家好 民進黨立委郭正亮 大家好 以及資深媒體人陳風馨 大家好 我們就先來你看這個畫面 這是年度規模最大的 漢光軍演 即將馬上就要登場了 不過這禮拜呢 先進行的是第四作戰區 進行的是什麼呢 現在畫面上你看到的是 F-16在東部的海域進行了實彈試射 而且呢 F-16V也要練習 降落在戰備跑道 另外一個軍演的重點還包括了 有在第四作戰區呢 做攤頭演訓 直接要殲滅敵人 如果敵人要搶攤的話 要進行一個演練 殲滅敵人在外海 那這個時候呢 就在台灣進行下個禮拜要大規模的 漢光軍演之前 台灣海峽又出現了美國海軍的軍艦 所以有人說這一次來的時機點 是相對特別敏感一些 我們來為您做個介紹 這次來到台灣的這個美國軍艦呢 是驅逐艦 普瑞普爾號 這時機點在5月19號的時候呢 它是使進了具有爭議的 黃煙島12海裡的區域 當時跟解放軍的海軍 這個對峙了一番 在隔美幾天的時間 5月22號 這一艘美國驅逐艦呢 就開進了台海中艦 所以兩個說法 為什麼這個時候美艦又來 其實過去這5個月 它每個月來一次了 但是這個實際點 剛好碰到了漢光軍演 所以有人說兩個可能 一 吃台灣豆腐 因為台灣在軍演 所以美國軍艦也來 營造一個好像有點同框的feel 第二 幫忙台灣 顧台灣 因為現在台灣的海軍 大規模集結在東部海域 所以西部有點放空 那我乾脆來幫你顧一下 西邊的海域 那我先請下三位來賓 您認為這次的美艦 這個時機點 敏感時刻 日子是算過挑好的嗎 刻意選的嗎 您怎麼看 Yes or No 三位都說 是 是挑過的 那要先請下鳳妮姐 剛剛這個媒體分析 兩個可能性啦 你覺得哪個比較可能 還是你有其他觀點 我認為這兩個可能性 其實都可能說得 稍微的淺了一些些 等一下也許黃教授跟郭委員 其實會講得更加的深入 你會發現說在過去這一段期間 美國軍艦已經是定期航行了 是啊 幾乎是每一個月來一次 每一個月來一次 那時間都差不多 二十下旬了 所以他如果說只要是五月來的話 他就不太可能是 完完全全的避開漢光演習 所以某種程度來講 他還刻意避開了 刻意避開讓他沒有同框 所以他最多只能夠有一個同框的想像 但他其實沒有真正同框的效果 那真正他想要做到的其實就是 定期的航行 而這個定期的航行 軍事上面的定期航行 他其實在挑戰一個底線 就是到底我軍事活動上面呢 他的底線到什麼樣子的程度 那中國大陸會採取更進一步的措施 不要忘了其實他真正比較敏感的 並不是漢光演習 比較敏感的是明年1月11號的 2020總統大選 距離明年總統大選 現在只剩下7個月的時間 如果他未來7個月 還是如此的定期航行 而在定期航行的過程當中 我現在舉一個假設的狀況 因為這個假設的狀況呢 蘇起教授其實已經提出來假設過了 那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 如果他在今年的11月12月 他因為某種情況 他說他要停靠高雄港 而他也真的停靠了高雄左營港的話 那麼可能所引發的兩岸之間 那時候又是選舉 可能是整個情緒最高張的時候 那麼不管是美國 中國大陸 乃至於台灣的任何一方的 任何的這一些說法 或者是舉動 都可能升高整個彼此之間 最敏感的那一個神經 所以我覺得他的日子是挑過這件事情是對的 可是他真的要挑的其實並不是漢光演習 而是明年的總統大選 好 如果說單就一個驅逐艦通過台海中間 可能看問題稍微淺了一點 不過把它放大 給他另外一個補充的背景資訊 因為美國的航母雷根號 在日本的九州也正在進行軍演 所以你把那地圖如果用放大倍數拉開鏡頭來看的話呢 你整個西太平洋地區 靠近九州那地方 雷根航母在那邊進行軍演 往南邊走的話 台灣的海軍在東部的海域集結進行軍演 兩地其實相隔不到1000公里 1000公里的距離呢 是航母上面的艦載機F-35 作戰能力範圍之內 所以就會有更大的聯想空間了 因為這樣的話等於是 整個西太平洋有一種聯動軍演的態勢 委員媒體是這樣解讀 你怎麼看呢 我倒不這樣認為 你不這樣認為 我覺得這個就好像 北京他去釣魚島 他就不斷的派船進去嘛 他就表示他否定日本認定的那個現狀 那強化他自己的主張 那美國也是嘛 美國就是把台海當作國際水域 他要航行自由 那他要不斷重申這個主張 就從今年一月一直到現在 都定期巡弋啦 因為如果說他要有其他的政治意涵 我覺得鳳馨講得對 時間太早 時間太早 他現在都還是在鋪排啦 比如說今天會傳出 我們的國安會秘書長李大維 聽說在華府 見到了美國這個 安全顧問 John Bolton 這個都是在鋪排某些事啦 或者說聽到AIT 來見卓榮泰主席 會去見賴清德 那當然也會見蔡英文啦 我覺得這個就是在可能在鋪排某些事 可是我們現在還不確定是什麼事啦 可是 美國這個行為並沒有特殊之處啦 因為東海跟台海本來就是 美國比較有把握的兩個地方 他比較沒有把握應該是南海吧 因為南海越南跟菲律賓基本上是個戰略真空嘛 也沒有很強大的基地 所以他當然就要固守東海跟台海 所以我覺得是例行的一些行動 那華老師呢 你經常做軍推的 其實 其實4月底5月初我有做一個推演 就是 我看了今年從1月到4月都是下旬 都有軍艦通過 所以我就想到了今年5月的 就是下個禮拜我們漢光士兵演習的時候 如果剛好美國軍艦也通過 造成了銅框的效果 一定會有人去思考 會不會是台美聯合軍演的先生 齊比你看提早來幾天媒體都這樣寫了 對 那麼所以它是有一定的意涵 那麼北京也一定心裡面會非常的不舒服 那麼可是我們剛剛舉牌的 大家的看法一致 就是 挑過 美國有挑過 挑過是可以避開 對 那如果說它不刻意避開的話 它就可以同框啊 下禮拜再過 那事情就更大條了 那就可以解釋很多 所以我覺得美國 就好像剛剛那個 國委員講的 就是說它現在還在一個佈局啊 鋪排的一個階段 那麼另外也是測試 其實我們不要看到美國軍艦過 我們就覺得說啊好耶 事實上它要來我們也不能拒絕 他來了以後我們又不方便鼓掌 我們是一個很尷尬的場合 他事前又不告訴我們 我們擔心的是說 那個中國大陸萬一也有樣學樣說我在海峽中線以西定期啊 高調的 對外發布訊息的那種方式 老師我可以特別請教 同樣做 你剛剛講的高調這件事情 就是北京的反制這些動作嘛 我們在前段時間已經看到了 對方的軍機 這個打破了罐友的默契 飛越的中線 十分鐘的時間 也看到了浙江海域做實彈的炮彈射擊 這個比當年96年可能距離更近 而且是實彈 那你怎麼看 接下來這兩個都已經是出手反制過的動作了 那這一次你覺得會有接下來的後續嗎 大陸對於我們的選舉啊 向來都是多手準備了 解放軍也不會 尤其是現在中美中間氣氛那麼不好 解放軍也不是都沒有意見 那麼所以當美國很高調的時候 也不能夠排除 解放軍他將來也會高調 那現在問題就是 就是他們選擇 在較量的那個擂台 偏偏搬到台灣海峽 我們又不能叫他移走 那跑去跟北京抱怨 北京說我是做這個事做給美國看的 美國說我在這裡是做給北京看 問題都在我家門口 所以未來一段時間 這些張力會不會越來越高 那麼像美國軍艦避開那個時間 老實講 那個就是不要在下禮拜我們實彈演習 時兵演習的時候過 對我來講是放鬆 為什麼 因為我們在從事演習的時候 我們所有的雷達官通系統 通信全部都是開機的 那有任何外國軍艦 或是對岸的軍艦或飛機經過 對我們來講就是一個 不能說威脅但是是一個警覺 因為他會收到我的 他會聽到我的東西 他會收到我的訊號 那我們當然是希望 記不記得以前我們在屏東酒棚 那個飛彈試射的時候 那個美國很多軍艦都在外海 他們就在收我們的參數 所以我們自己在做時兵演習的時候 老實講我們實在是不太希望 太多好奇的人在我們周邊 北京高調後會有什麼樣的一個做法 因為很多國際的專家都說 2020的下半年會是台海最緊張的一個 至少是 2019 對就是2019 2019的下半年到2020的選舉前這段時間 會是最緊繃的一段時間 很多專家這麼講 等一下我們給大家看一個引述的專家的話 不過我們先來看這一位是 王立他所寫的一個臉書的文章 他是專門做一些軍事跟戰略方面的文章的 專欄作家 他說北京高調的做法其中之一的一個選項 是就他的角度來看 目標是拿太平島 因為風險跟投入的成本相對最划算 因為這個 你就算拿下來 台灣的飛彈可能也不會直接到 從台灣奔倒射到太平島去 所以台灣不具備支援南海作戰的能力 如果真的太平島被攻陷了 就算台灣的海陸軍有做過遠續 美國如果不幫這個忙的話 你根本也沒辦法把這太平島拿回來 而太平島的武力只有機砲 那大陸要拿下來 其實完全不是一件難事 我想請教大家風險 你來看如果拿太平島 一 是容易的 二 警告台灣之外 也對於美中在南海對峙的情況之下 大陸可以再下一程 這符合利益嗎 北京的 但是它的政治利益在哪裡 我看不出有任何的政治利益 太平島對於中國大陸來講 它是容易取得 相對來講 不是說完全 但是相對來講容易取得這件事情 它其實是一直存在的事實 那麼如果說你假設說是以恐嚇台灣的角度來看的話 那拿太平島就真的能夠統克到台灣嗎 其實對台灣來講反而不見得 反而可能會有凝聚那一種同仇敵愷的那樣子的一個政治的氛圍的一個情況 所以我覺得這個想像其實是多過於你實際上面的那個戰略的這個參考 對台灣來說最危急的其實不是太平島 絕對是台灣海峽 那麼如果我們把眼光從戰爭的角度去放大到整個的大的這種生存戰略來看的話 其實今年的夏天 如果一個颱風 然後在西半部地區 那麼可能就已經使得我們很多的能源補給船 它就已經沒有辦法進港 如果在這個時候 然後中國大陸在宣布說 因為時彈延續的關係 所以所有的船子都不得靠近 你知道在台灣來講 只要七天我們天然氣全部斷氣 我們船就瓦斯船兩艘 對 就全部斷氣 而全部斷氣之後 台灣那時候是面臨夏天 供電最吃緊的時候 只要天然氣斷氣 全台灣勢必就要輪流限電 光這個樣子 其實你對於台灣的 在戰略戰術上面的威脅感 其實是更強烈的 其實這一個部分呢 遠比我們想像中去打一個太平島 那但是打了太平島的目的是什麼呢 其實你破壞了南海平衡 你不要忘了現在中國大陸跟菲律賓跟印尼 彼此關係都是非常良好的 因為目前的主旗試者 不管是佐科威拉或者是杜特蒂 那都是跟中國大陸關係良好 它沒有必要在這個時候去擾動 這一個南海這一個部分的情勢 你用大的戰略去看它 所以我其實反而覺得 台灣海峽的情勢是最值得關注的 好 但這篇臉書我相信它寫跟分析 也不是完全憑空想像出來 因為最近海巡組20號的時候呢 也特別在太平島的海域 進行了一個 使兵演練 要展現的是在南海 國軍可以救援的能力 包括了海空都有出動飛機跟艦艇 所以增加了一些聯想的想像空間 那我願意來看這個事情 太平島一攻難守 台灣不幾先又長 真的要拿的話呢 其實就軍事上來講 不是那麼難 但美軍會有任何動作嗎 不會 太平島台灣一定守不住啦 大概只有中國守得住啦 因為中國有周邊三四個填海照陸的島嶼 它可以連成一片嘛 那連越南都不一定守得住啦 何況是台灣 那而且有人說 可能戰爭一個小時就結束了 所以重點是在於 就是說大陸奪下那個島 它接下來能幹什麼 對 比如說它是因為以武逼彈嗎 你認為民進黨政府會因為這樣 來跟你談一中啊 搞不好民進黨政府拍拍手 那你就拿去吧 撿到槍 你都拿去好了 所以沒有政治上面 出發了一個動靜 因為九段線民進黨不接受啊 九段線是中華民國跟中華人民共和國 有一個模糊地帶 民進黨是不接受耶 那你要把太平島弄掉 你等於是讓台灣跟這個大陸的那個 本來有模糊交接的地方 又少了一個地方 就跟金門馬祖一樣 比如說毛澤東為什麼不打下來 因為他總要有一些重疊地帶 事實上95年傳出來是烏丘啦 那最近當然是因為南海衝突 所以太平島就引人注意 可是太平島 鳳馨也講得對是更敏感 你美國不可能不介入的 美國怎麼可能讓你整個地方都連成一片 菲律賓跟越南也很難做事啊 不過他們沒有力量 就算沒有力量也會關係不好 是啦 是啦 沒有錯 所以我認為他再笨也不會去打黑領導 我們來看剛剛老師提到一個2019年的下半年緊繃的事情 這是一個美國海軍陸戰隊的退役上校 叫做紐舍曼 他現在在日本呢是一個研究員 他特別提到 習近平下令解放軍在2020要做好攻台準備 而且他們也朝這個方向在計畫 因為海陸 從海軍陸戰隊在對岸解放軍的人數從2萬多人提升到3萬人 就是為了 未來如果要登攤的時候呢 搶攤的時候 人員做一個預備 老師這個人你有聽過嗎 他講的話 我有跟他說過話 你有跟他說過話 對 那他講這話的核心就是如何 陸戰隊上校退役 他在還在穿軍服的時候 他主要的任務在整個第七艦隊 或者說我們更大一點 印太司令部下面 他是負責陸戰隊事務在日本的這個主要的負責人 那麼所以他對日本的自衛隊的戰力 以及作戰的能量是非常了解的 他退役了以後 他雖然有 他現在有記者的身份 同時也在做訪問學者 我為什麼會跟他講過話呢 因為他在政大做訪問學者 他現在人就在台灣 喔現在 對 OK 那麼當然不是一直住台灣 就是這一段時間剛好在 所以我前一陣子因為某一個場合 所以我跟他碰了面 那麼也聊了一些 當然除了聊日本的軍力以外 他也跟我分享了他對我們 國軍的一些觀察 他怎麼會知道 習近平主席在想什麼 我覺得他是推測 推測 他是用一個推測 因為他非常憂心 事實上他跟我描述他對日本自衛隊 實際上在作戰的時候是不是能夠發揮 他也是有一些擔憂的 可能他是美國海軍陸戰隊嘛 我覺得自己最厲害 那麼所以 他做的這個我有看到 因為他有寄給我 我沒有回應他了 因為其實我覺得他用了一些 我們講他不是做夢文 但是他想用一些比較極端的case 去來引起大家去思考 就是說如果是這樣子的話怎麼辦 那麼其實 其實我們 環宇全世界喔 在選前說不定 就在這裡可以做一個兵器推演 剛剛鳳馨還有委員都已經把一些想定 都講出來了 那麼其實我 我們預期就定在11月份推演 我們現在的認定來講 其實他newsman他講的東西 確實是我們要警惕的 老實講從專業人士角度來講 但是如果我們把它當作一個新聞 或者是在社群中間廣為流傳 他就有另外一種 可能大家不想要的政治效應 可是就穿軍服的人來講 或是真正專業人士 我覺得他的出發點是善意 他希望能夠引起大家 是因為他本身是marine的關係 所以會想到說 解放軍會要登搶攤這件事情嗎 因為很多專家 戰軍事專家講說 現在根本無需搶攤 其實他寫這個 不是要寫給台灣老百姓看的啦 他是要寫給美軍 台灣陸戰隊 寫給美軍 寫給這個 希望美國作戰計畫的人 或者是說對未來形勢估算的人 不要忽略了解放軍 他寫的都是事實 跟那個伊斯安一樣 是寫給美國看的 對我學生寫這個陸戰隊擴編 已經好幾篇paper了 只是 那是我們學校的作業 不是我們沒有拿來做新聞而已 他確實就是軍改下面的一部分 是 他的燈就是兩棲作戰能力 因為美國已經嘲笑北京 嘲笑了二十幾年了 說你不管嘴巴講多兇 你人到不了台灣拜託 所以東方人講意圖 就說我對你好不好 我打不打得到你不重要 你最care是我想不想打你 西方人的思維的開始 打得打不得到 西方人的作戰能力 到達某一個臨界點的話 就不是台海天欠四個字 就可以解釋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等會回來看的是另外一場戰爭 科技戰 馬上回來 美中貿易 中美貿易戰 現在打的就是華為被封殺 那接下來傳說 還有另外五家的中國大陸的企業 被美國給鎖定了 我們帶你看一下 包括了海康威視 浙江大華 科大迅菲 美亞伯科 以及礦式科技 這幾家公司都有一個共同特色 就是做一些監控 或大數據相關的科技公司 當然美國方面就說 這可能危機到了美國國家安全 所以接下來可能會被鎖定 不過也有人馬上就做一個分析 因為這五家公司的科技背景 所以在美中貿易的戰略的架構之下 接下來的貿易戰已經升級 變成的是科技戰 三位認為在這個禮拜 已經從貿易戰升溫變成了科技戰 你怎麼看 三位認為是如此 那我們來看一下 先請大家父親節 因為貿易戰的影響 我們節目討論了很久 而且台灣一般民眾也感受到 你現在出國去玩 換美金就變貴了很多 美金漲台幣 換日元尤其是 換日元也是一樣避險 另外部分台商回到台灣進行投資 但相對的紅色供應鏈的這些廠商 也馬上就受到影響 這我們都知道貿易戰台灣是有好也有壞 那科技戰我們就覺得層次不太一樣 內容也不太相同 它的相對影響的層面是什麼 我先說一下 前幾天我剛好訪問朱立倫 朱立倫他因為跟美國的前國防部副部長 武德維夫見了面 我想兩位都非常的熟悉 他某種程度代表美國共和黨裡頭 強硬派的很重要的一個立場 他提供了一個很重要的訊息裡面提到說 貿易戰可能或許很短的時間之內有個協議 就像川普他對外說 他很快之內就會有協議等等 但是川普有提到說 華為也許會納到這個協議裡頭 但武德維夫或者是這一個 這包括了他蓬佩奧 他們都認為科技戰是科技戰 貿易戰是貿易戰 所以川普也沒說謊 他認為貿易戰快要落幕了 但他接下來要打的是科技 對 主要的是科技冷戰 或者有人稱之為數位鐵幕 科技冷戰 其實都代表的是現在這樣子一個新的情勢 貿易戰主要的工具 其實他用的就是加徵關稅 但是現在科技戰就是建立一道壁壘 我的零組件不能夠供應給你 而你的成品不能夠賣到我這裡來 我不賣給你 我也不跟你買 這一個壁壘就好像是柏林圍牆一樣 它是一個隱形的柏林圍牆 你不准賣給我 我也不准賣給你 現在美國是逼迫全世界 因為美國現在已經是對華為下了一個禁令 這個禁令是買跟賣都不可以 那這買跟賣 主要是美國的這一些技術也好 它的零組件也好 它不是只有美國廠商不能夠賣給中國大陸 而是只要你的技術 佔25%以上的話 那其他國家也不准賣給中國大陸 比如說英國 德國 包括了台灣 所以現在全世界大家都在守備這件事情 到底我的產品當中 美國的技術佔的比重是多少 美國的專利 美國的技術 美國的零組件 如果超過25% 它也不可以賣給中國大陸 也不可以賣給華為 這就是台積電前一陣子 它正式的宣佈說 他們會繼續供應給華為 但是他們會做好淨值調查 調查說我要出口到中國大陸的產品 就是我幫它代工好的產品 裡面有多少的技術是來自美國 超過比例的 那我就不會接這個單子 這就是台積電所做的事情 事實上全世界現在都在做這件事情 之前傳出來Panasonic 它本來要斷貨的 但現在Panasonic它說 我們還是會供貨給華為 只是會做好淨值調查 所以現在這個影響 其實最大的還是在華為 我們剛剛提到的這五家企業 那麼外資分析師 他們已經做過了 很詳細的這個研究之後 發現當然最大的是海康威視 海康威視不管是 它的主要的銷售管道 就是說它成品賣的市場 主要是中國大陸 美國幾乎沒有 那中國大陸以及其他的市場 第二個它的主要零組件 其實是來自於 中國大陸自己本身的 不管是軟體或者是硬體 主要是來自中國大陸自己本身的 因為其實監控這件事情 還沒有像手機那樣子 或者是5G那樣子 用到最精密的半導體 它還沒有到這樣子的一個程度 所以它反而是中國大陸 自己可以供應的 所以現在如果就算把海康威視 納進來作為一個科技戰的對象 其實對中國大陸的殺傷力不大 全部的焦點還是在華為 而華為它的影響呢 因為很多人形容說這一次的科技戰 它是一個新型態的一個冷戰 就有點像說當年的美蘇冷戰一樣 但今天的中國大陸跟當年的蘇聯 最大的不同是 政治軍事上它像當年的蘇聯 但是經濟上它像當年的日本 它跟 然後而且那個緊密的 那個交織網絡呢 其實是要比當年的蘇聯跟日本 都要來得更緊密的多 台灣我們有40%的出口 是出口到中國大陸去 然後接下來是有30%出口到美國去 其實我們必須要誠實的說 不管是中國大陸的市場或美國的市場 台灣任何一個廠商其實都丟不得 因為只要丟了 你想想看 少掉了四成或少掉了三成的營收 哪一家公司能夠真正的好好的活著 所以這個戰爭對我們影響極大 到最後它會形成一個什麼樣的局面 我們不敢說 因為我覺得取決於川普 就是川普他到底對於這個科技冷戰 理解到什麼程度 我們等一下也許可以細細的來分析 到目前為止他所理解的是 美國要再次的偉大 中國不能夠獨霸全世界 絕對不會讓中國主導世界 可是這個理解跟可能蓬佩奧他們這些人 他們真正要理解的是要裂解中國 恐怕是完全不一樣的理解 所以川普會做到什麼程度 我們沒有把握 我們能夠做的是 我們恐怕必須要把我們的所有的生產線也好 甚至於恐怕很多公司要做好 拆解公司的準備 有的專門針對美國市場 有的專門針對中國大陸生產 公司拆解這一塊 因為如果不這麼做的話 生存都會變得非常困難 台灣現在其實是一個 在一個極為脆弱的一個關鍵時刻 我們每一步路只要走錯了 這一條路就算沒有戰爭 台灣大概也會毀掉一半 其實剛剛鳳莉提到一個重點就是 在打貿易戰的時候 武器就是關稅 但打科技戰的時候 對於川普來講 更大的武器就是管制出口 管制出口 美國自己也有一個法案 他們就要做國際緊急狀態經濟權力法案 IEEPA 其實從去年11月份的時候 美國的商務部就做了一個計畫 擬定包括了像是AI 量子生物監控 一共有14項的技術要準備列管出口 如果全部都竊竊的落實下去的話 委員你來評估一下 那會把中國大陸打成到什麼樣的狀態 回到3G 回到農業時代 我覺得美國也要評估 他要不要中國市場 坦白說 比如說你要打華為嘛 那美國Intel最大的客戶 搞不好未來就是中國 高通已經試了嘛 那博通也是 蘋果 蘋果當然也是 蘋果 他在中國賣手機大概賣6000萬支 他全國總銷售大概2億支左右 可是我的意思就是說 比如說有很多地方是很 比如說我用台積電做例子 那個經濟部長他剛說了 說華為相關的供應鏈 跟台灣有關的就是台廠啊 有的在大陸有的在台灣 總產值是120億億美金 121億啊 那他說大概七成是在大陸 三成是在台灣 那你怎麼去切呢 比如說我用台積電做例子 台積電 你有辦法不做華為的生意嗎 中國大陸去年在台積電的市佔率 大概佔五分之一 他大概五分之四在 美國大概是中國市場的五倍 可是去年中國市場是成長57% 就他的成長空間是最大的 那台積電要不要這個市場 我們市場已經看到很多半導體廠商 做無程式的什麼都跑過去了 因為市場在那邊嘛 所以我是覺得你要看你要打到什麼程度啦 因為民主國家我說美國啦 美國有一個內在的限制 就是川普能夠撐美股跌多少點 我講白了就是這樣嘛 因為你就看到科技股大跌嘛 那科技股大跌 那斯達克整個往下走 你美股現在還跌不到1000點 你如果跌到2000的時候 川普還是這個立場嘛 所以我說這個真的是有待觀察啦 我以為沒錯 這完全是川普要考量到了 因為第一個 股市的指數它是最care的一部分 而且你剛剛提到的說 你就是他要不要放掉 中國大陸這個市場 對 美國自己政府當中拉扯也很大 好比說商務部 他們估計五年之內 如果你真的把這些出口管制落實下去的話 美國自己五年 可能出口上面會損失560億美金 而且會在美國自己本身 7萬6千個工作機會 也會有相關的風險存在 這是美國商務部的立場 但美國的國防部或者是鷹派 他們當然覺得說 我們美國好厲害 繼續打下去 所以美國政府自己也在拉紙當中 老師你來看 川普他不斷地掛在口邊要喊 而且說 你如果跟我貿易戰繼續談的話呢 什麼華為什麼的 我放在條件裡面一起來談嘛 你覺得他接下來會怎麼走 還是就是看 美國自己本身的經濟跟他連任之路 來一路做調整嗎 我覺得華為以及這個所謂的科技戰 我自己個人是把他跟這個 以關稅為主的貿易戰是切割開來看 你是切開來看 他兩個性質不一樣 而且打法不一樣 然後影響也不一樣 有的是短有的是長 可是呢現在做這種事情 他有一個跟過去不一樣的冷戰 我們講新冷戰嘛 第一個全球化 第二個亡記網路 你光這兩個東西就跟過去不一樣 那如果說我們真的會有一個科技鐵幕 或者是有一個出口管制的柏林圍牆 那我們要回想到過去 你要有同盟啊 過去只要是柏林圍牆這邊 全部是美國的同盟 不但是軍事同盟 還有共同市場 所以彼此之間賣的東西是不往來的 現在所有賣的東西是往來的 就好像委員剛剛講的 大陸市場你要還是不要的問題 所以如果我們把現在的問題 套到過去的模式的話 就好像變成 你有沒有辦法搞一個出口管制為主 叫做科技北約組織 你做不做得到 台灣可不可以說 因為我們要對抗大陸 我們選邊 所以有一個共同科技防禦條約 做不到 我們經濟部長拿的數字 台灣的經濟生存命脈不能這樣子玩 這個是最大的關鍵 所以我覺得啦 就是現在川普可能在講華為的時候 是在政治上或風向上面 會影響到貿易戰簽署的 或達成協議的最終局 誰讓步的一種效應 但是高科技管制出口 那個來做 確實是一個比較長遠的東西 我再補充一點啦 因為Google加入戰場 就已經是把軟體也捲進來了 是 那後來川普又說寬限90天這樣 你去想一想 如果Gmail 那YouTube 以後在中國的這個華為的Android的手機都不能用 我們假設啦 那華為現在海外的手機大概有1億支 它國內大概是1.3億支 那這個海外手機當然會受到衝擊嘛 因為很多人就是 沒有辦法不用Google的一些相關的APP 可是中國也可以抵制你啊 我就看到網路就有人在寫啦 他說蘋果手機在大陸也不能用微信 那你蘋果手機在大陸就死光啦 你在大陸沒有微信支付 沒有依附保你怎麼活啊 支付保啊 我的意思說你如果軟體也捲進來 那這個賬產就大到無可限 軟體的服務 美國就是FAAG嘛 這個Facebook Amazon Apple跟Google 如果你這些軟體服務都捲進來的話 那個姿勢提大 我再請大家分請點 因為你剛剛聽到的心情太冷戰了 我就引用基地學人當中這一段話 他說美國對華為設下的經驗呢 就像一個核彈一樣 如果嚴格執行的話 把華為逼迫產是一個非常嚴重的錯誤 你覺得說不僅是失當也極為不治 這是經濟學人所講的這一段話 當中最不治的部分是哪一部分 是失掉大陸的市場 還是美國自己對於本身自己的經濟的 政治的傷害 我覺得是對美國自己本身 經濟 政治 以及科技影響力的傷害 美國的科技影響力 美國的科技影響力 因為你就逼迫中國大陸 他必須要建立所有的自己的 完全的一套的系統 而且他的系統勢必會透過一帶一路 去影響所有的相關國家 而且重點是他的人口數量市場夠支撐 而印度會選擇哪一邊 其實現在還很難說 鬼斗衛星最貶心 對 鬼斗衛星 其實你只要看印度的選擇 其實就非常的清楚 因為印度到現在為止 他的5G設備還是要使用華為 他們已經簽署了合約了 如果說今天印度已經選擇了華為 作為他的5G設備的 主要的提供者的時候 接下來的其他的中亞國家 因為這裡面華為成為主要的對象 其實不是因為手機 當然我們現在看手機 其實最容易理解華為的影響力 但它的影響力 這一次整個科技圍堵戰 最重要的是5G的網路設備 它一旦設立了下去之後 誰掌控這個網路 誰就具有監控權 沒有了這個設備 就沒有了監控權 其實對美國來說 它要的是那個監控權 不一定你中國大陸 真的已經開始做了 它要的是我可以做 但你不能做 但是5G的網路 一旦被華為給囊括了之後 美國沒有這種能力 但中國大陸擁有了這個能力 這才是他們最緊張最擔心的 但問題是華為的 新加坡外長就直接這樣講 對 楊榮文前外長 他就直接外講 所以現在對華為來說 他所佔的一個優勢是 因為他實在在5G跑太遠了 沒有任何一個廠商 可以跟他真正的比拼 不管就穩定度來講 不管就訊號的那個實驗性來看 或各方面的能力 還有他的專利的那個程度 當然最重要的是 連便宜都比不上 所以你的訊號穩定度跟不上 你的這個專利比不上 然後結果你的價錢 還是人家的一倍 這就是為什麼大家要使用5G的原因 澳洲甚至於因為拒絕使用 這個華為的5G 有一家電信廠商 他就宣布說他不發展5G了 因為他沒有辦法想像說 他去投入了又貴 然後又不穩定的5G 到最後如果有一天你放寬的時候 那他的競爭對手用的是華為的5G 他會無法競爭 這就是華為的優勢 可是這種優勢就會 如果你繼續的冷戰下去 這個優勢在短期之內 美國沒有任何一個廠商 其實跟得上來 因為他擁有這個專利 已經跑得太遠的關係 如果說今天華為已經囊括了 一帶一路的相當大的人口市場的時候 這個時候他們就被迫要使用華為的 所有的後續的這一些科技的影響力 那美國就自己喪失了他的科技影響力 這也是任正非所講的 他自己對於他們的5G是很有自信 領先其他大概兩年左右的時間 不過就整個國家的科技實力上面 落後美國還是一大堂的距離 但重點是5G這個市場是 你基礎建設吃下來之後 規格吃下來之後 別人就只能follow你 這是最大的一個差異的部分 當然剛剛委員也提到 你美國的這些設備 如果你知道軟體捲入進去的話 你到中國市場沒有WeChain 你就不用玩了 還有另外一個重點就是 大陸還有一個武器 愛國 五月中到現在不到兩個禮拜的時間 大陸已經播放了至少70部的愛國電影 這有多大的效益 靠美元潮電影 回來讓你看包括華為的話題 馬上回來 對 上一段我們聊中美的貿易戰 升級變成科技戰 而且美國全面要封殺華為 所以你看這個圖也蠻苦手的 川普就說No華為 please 習近平說No Twitter please 但這兩位馬上在下個月 六月底的時候 就要在大阪的G20見面 現在科技戰貿易戰 倒到刀刀劍骨的情況之下 兩個人見面不是尷尬嗎 怎麼樣稱呼對方呢 我做一個背景補充說明 還記得2017年 當時川普剛當家的時候 去了一趟北京 而且很風光的進了紫禁城 接受款待 當時還有這麼一段話題 就是川普見到習近平的時候 就稱呼他King 國王 習近平就說我不是國王 我是國家主席 但川普說 但你是終身任期終身主席 所以你就是King 這個習近平當時就 也沒有點頭就是嗯的一聲 現場立刻引殺很大的一個 笑聲就出現了 所以川普稱呼習近平 稱呼過King 也稱呼過Buddy 好兄弟也稱呼過GoodFriend 那老師啊 現在刀刀劍骨的情況之下 川普再見習近平 握手之後會稱呼他什麼呢 華為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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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傷你最深啊 直接叫華為哥 就是踩到最痛處了 踩到現在現階段 比如說下個月G20的時候 是啊 最膠著的就是華為哥 那習主席看到了川普 會想要跟他講什麼內心話嗎 推特先發給我 哈哈哈哈 兩個人G20你覺得會有什麼 表面功夫一定會做嘛 對 那能夠有什麼實質上的進展嗎 因為川普不斷的在放話 他覺得很快就要落幕 你覺得有可能在貿易關稅這一塊 我們先不要談科技喔 關稅這一塊有可能在G20之前 會有一個比較具體的協議 塵埃落定嗎 現在還在談啊 我覺得雙方都還留的 沒有趕盡殺絕 雙方都留了最後一手 其實當美國股市表現不好的時候 川普就很有賤 我補充一下啊 因為那個美國 那個中國的船六月初就會到美國了 所以那個2000億美元 那個關稅起徵就開始了 所以是等不到G20 對 等不到 大概6月10號 所以你6月10號之前 那個關稅就起徵了 那一波會徵啊 但是在見面之前 如果達成協議的話 那一波真的開始徵 股市就大跌了 對 對 股市就大跌 因為大家本來認為有三個禮拜緩衝期 結果你沒有辦法在6月10號之前 達成協議嘛 因為你要等到G20 G20是月底 對 對不對 所以我們剛剛上一段聊 就是大陸北京上面還有什麼樣的武器 當然 你現在Google Gmail Android不支援我的話呢 那你可能以後美國的iPhone呢 你所有WeChair你也不能下載 那愛國是另外一個武器啦 我們給大家剛剛上一段特別預告了一下 五月中到現在大陸已經播了70多部的愛國電影 另外呢還包括了央視連續播了5天 這個抗美援朝的影片 愛國歌曲貿易戰已經上線了 而且呢還有押韻 一帶一路連成的片 肇事者也打他頭一目眩 那那個權力遊戲最終極 很多人要鎖定了 結果突然就沒播了 吉利平說我們在長征的起點上 回憶當年紅軍開始出發的時刻 我們現在展開一次新的長征 我們必須要重新出發 有人就說接下來很可能 我們之前聽過限韓令 搞不好接下來會出現限美令 如果真的限美令出現的話 好萊塢電影在大陸都不能上演 那這個可能就更大的影響層面了 柯欣你看 我覺得當然速度不會那麼快 不會那麼快 他一定會拖到G20的會議 然後兩個人見完面 要撕破臉也要等到那個時候 真的要發動一個反美的一個情緒 我覺得現在都還在醞釀 那習近平呢他去江西 然後看了稀土場 然後同時身邊帶著劉鶴 然後講了這個 我們現在在新的這個長征 稀土也是另外一個武器 當然我現在看到一些平息認為 稀土要作為戰爭武器 其實它是滿脆弱的 就是說它的科技門檻 其實沒有那麼樣子的高 而且擁有稀土資源的國家 其實非常的多 只是因為很多國家可能礙於 就是一些價格問題 污染 環保等等 所以不開發 所以它短期之內要找到替代 其實並非不可能 所以我覺得中國大陸要出手 就一出手就必須是 你真的非常的痛 當然你這個痛 一定會造成中國大陸 自己內部很大的損失 這就是為什麼習近平說 他們在新的長征的起點 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他幾乎告訴全中國的老百姓 等著勒緊褲帶 因為這件事情是不會善聊的 那麼同時他身邊帶著劉鶴 也是告訴全世界 他不會換談派代表 所以劉鶴不會被換掉 然後中國大陸的態度 已經是極為強硬了 那這個極為強硬呢 你現在看到美國這邊 米努琴因為米努琴 美國財政部長米努琴 他大概是整個的美國 鴿派中的最重要的代表 而米努琴不斷的喊話說 我們隨時可能都會要開始 這個重新談判 然後我們現在正在協商當中 他每一次這樣的喊話 中國大陸這邊不管是 商務部的發言人 或者是外交部的發言人 其實層次都不是非常的高 但他們的發言都非常強硬的回擊說 沒有這件事情 我們現在也沒有聽說 任何的要重新談判的一個情況 我剛剛形容的 這一些現象都凸顯出來 現在中國大陸是集體的強硬 他已經不是有分什麼歌派 鷹派 他不是 他是集體的強硬 那這個集體的強硬呢 相對而言 美方我覺得他們在等待的 其實就是 剛剛這個幾位都已經提到 美股的大跌 他們知道川普真的無法忍受的 是美股的大跌 那現在道瓊其實還撐著 對 S&P指數也撐著 因為他也有90跌了 對 我覺得這兩件事情 他都還撐著 現在跌最兇的是費城半導體 因為科技戰受傷最重的是 費城半導體 以及蘋果 蘋果的股價 因為太多的外資分析的報告 都警告說 中國大陸最大的武器 其實就是封殺所有美國的產品 而且他不需要明文的禁止 是啊 不用明文 他只要表達了這些 就有一些人發動了這樣子的運動 網軍就夠了 對 他只要發動了這樣的運動 然後他們沒有任何人出面 劫志這個運動 這件事情就形成了 所以蘋果的股價就一直跌 那到底是川普能夠撐得久 還是中國大陸能夠撐得久 我覺得對中國大陸來講 內部有沒有不同的聲音 有 但是這個不同的聲音 是很容易被中國大陸壓抑下來的 但是美國的不同的聲音 是沒有辦法被川普所壓抑下來的 如果說今天股市繼續跌下去 因為現在 而且美國現在也已經開始對它的農民 發出160億美元的補助 然後如果股市也這樣子大跌 幾件事情加總起來 川普到底抵擋得了 抵擋不了這個壓力 才是這裡面所有人的關係 因為他沒有意識形態 他是所有的白宮裡頭 唯一沒有意識形態的人 其實你要最後一件事 你要等到美國有那一天的時候 你必須要自己那一口氣還撐著 你剛剛講到是 我先把這段話講完 因為剛剛鳳京也提到 現在大陸是集體強硬 要撐到美國股市不管跌 或者是當地的農民 開始有更多的反彈情緒的那一天 那華為撐得到那一天嗎 我立刻把它給大家看一下 上一段話我們也特別提到過 包括了Google高通 剛剛我也有提到 就是已經全面停止供貨了 在這樣的情況下四面楚歌 我們說貿易戰的時候 中國大陸本身的市場夠大 但科技戰這一部分 華為單就這家公司來講 他海外跟自己在大陸本地 已經說可以差不多一半一半 你去問大陸人沒有Google OK他可能說OK 但你海外市場 包括像台灣這些電信業者都不賣 主要原因是因為你就算賣 一般人也不太會買 因為在海外地區 你沒有Gmail 你沒有Google Google Map 這個很難賣得出去像手機 所以科技戰這一塊 華為可以撐到那時候 我也說明你做 我那個Google的部分 已經延長90天了 那鳳京剛剛講有幾個壓力 川普會感受到嘛 實際上也包括6月10號 如果關稅真的加上去 那Walmart的價格也會調整 今天有一個 因為有一個微博叫中美聚焦啦 這個蠻有名的 那他今天登了一篇文章 是James Snow寫的 他就認為說 川普用緊急權力把華為加進來 讓北京改變的思考方式 他就認為說 你可以隨時加碼 那我如果這個時候讓 那我怎麼知道你那個協議是有效的 而且今天你綁架了華為這家公司 說這個可以納入貿易談判 他明天綁架另外一家公司 是嘛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現在中國有普遍的一種思考就是說 法律規則協議對你是沒有用的 你可以用緊急權力隨時加碼 那我如果這個時候讓就是予取予求嘛 所以你看他的回應是什麼 他說你先給我回到原點 他說你要address your wrong action 中國就是這樣回應川普啊 那就是說你如果沒有回到原點 我們現在簽任何協議 事實上是沒有辦法有保障的啦 所以我們現在談有什麼意義呢 所以那個James Snow他就 他對川普也蠻不客氣的 他就說這已經不是在談判了啦 這是在勒索啦 結果我隨時加個碼 然後說這個也是談判條件 可是你是突然勒索 形成了你的籌碼嘛 那這個籌碼本來是不存在的 那怎麼可以這樣玩談判呢 所以如果要這樣的話是談不下去啦 所以我認為 這種情況這個在我們談判學上叫做 你碰到難纏的對手 是難纏不講理的對手 難纏然後最後就會不講理嘛 那怎麼辦呢 只有一種情況就是雙方都要劇痛 劇痛 他要知道痛的代價 所以沒有辦法 像你這種隨時可以加碼 用緊急命令 自己決定 不守任何規範的人 我只能夠讓你股市來讓你痛 其實習近平之前也有講過說 有的時候藉由外力 來改變自身所有的體質跟結構 也不一定是完全一個壞事 透過這個事情 任正非的談話 也截取給大家看一下 任正非這段時間談話 我覺得這位企業家 他講的話還蠻真的 因為他說他自己的產品呢 其實之前已經研究過備胎的方式了 那雖然沒有到那麼好 大概就七八成嘛 大家可以湊合著用 然後他也說了 目前對於華為兩個情緒 一個是非常鮮明的愛國主義 要支持華為 但也有一個情緒是說 就是因為華為 你綁架了我們全部的一個 社會的愛國情緒 你這樣也是等於一種煽動 他就這樣講 那我想請教一下老師 你來看 因為任正非他在十年前 據說看了一部電影 就叫做2012就災難片 他當時就獲得一個啟發 有一天如果真的是 美洲貿易戰有這一天出現的話 那應該有一些備胎 2012就是世界末日那部電影 對 那部電影 他看了那部災難片 因為當中有個諾亞方舟嘛 他說那我們應該有個諾亞方舟 如果有一天真的沒有 現美國這些軟體的話 我們自己要有個備胎來使用 所以諾亞方舟 他們準備開始要啟動一些備胎的方案 但可能沒有到那麼好 但能發揮多大的功用 以現在科技電子進步的速度來講 Inventory 老實說 並不是挪亞方舟概念 因為挪亞方舟的概念是把 那些可以延續生命的 把它放在上面 挪亞方舟另外還有一個概念 就是其他全部被毀滅 問題是今天華為或者是任正非 你所面對的不是說你有一個挪亞方舟 別人會被毀滅 你只是保命而已 所以他只是把自己放在一個 相對安全的膠囊裡面 讓他能夠渡過這個難關 我覺得這是一個觀點 另外的就是比氣長耶 那個科技老師來講 剛剛我們已經談了很多 不要忘記 美國雖然說現在打得如火如荼 從貿易戰弄到科技戰 但是有幾個參考點 觀眾朋友可以再去思考 第一個 明年美國總統選完了以後 如果是換黨執政 如果不是川普 這個戰況就會平息嗎 美國對於中國大陸崛起就會放心嗎 很難 所以這個趨勢來講的話 是一個大的問題 另外還有一個華為在美國有很多 你不要講決策者啦 你不上市 然後你說跟政府沒有關係 這對美國人來講完全無法解釋 所以在這樣一個不對稱的 作戰的情況之下 我覺得美國的總的思維 是這是最 應該是說中國挑戰美國 甚至取代美國的最後一個戰略機遇 美國如果手軟 他被超越的情況就會發生 對 這一次如果撐過去的話 對 他現在不是打壓中國 他只是讓你放緩 就是說你超越我的速度減緩 他並不是要滅掉華為 那所以我覺得對美國人來講 不管你是鷹派鴿派 有一個很清楚的一點 就是說現在不壓住中國 15年以後壓不住了 剛好川普總統 他把朝鮮半島 對不對 我給你20年時間 結果什麼也沒做成核武 有了洲際導彈有了 中國大陸我們過去的思維 在過去所謂建制派思維下面 就中國現在越來越強 越來越強變成二當家了 那美國最不容許的就是二當家出現 日本以前嘗試過 所以我覺得從大的整個戰略構思來講的話 這個事情不會那麼快善聊 好 我們這個話題到這邊先打斷一下 因為我們結果反正這個話題 應該是每集都可以聊了 我們等一下回來去帶你看 台灣應該要很熟悉的 因為在台灣有非常多的印尼的朋友 也有很多菲律賓的朋友 但你真的認識這兩個國家嗎 我們回來聊 印尼距離台灣不遠 也是蔡政府新南向的鎖定的國家之一 但是印尼真的一般台灣人 還不是那麼的熟悉 我們節目曾經聊過 印尼在選舉就前段時間 一場選舉的計票 居然累死了200多個計票人員 這件事情絕對我在台灣不可思議 無法想像 200多個人為了計算選票過勞死 這個選舉怎麼會選成這樣子呢 那選舉落幕之後 沒有想到現在真正的暴動 這禮拜展開了 因為我們來看一下百分比 這順利連任的左柯威 他是拿到55%的選票 而敵對呢 認為說這個選舉過程當中 有不公有作弊 因為有一些人被發現 他們身上有一些神秘的信封袋 裡面有現金 所以懷疑說是不是有買票 而且這暴動開始之後 警方逮捕了一些人 發現這些人 居然不是雅加達本地的人 所以認為 背後是有人在操動這場暴動 那到目前為止呢 這個週末已經有6個人死亡 200多個人輕重傷 委員你來看這一個暴動會持續擴大嗎 不會 馬上就要到暑假 不會 因為普朗沃博完全沒有正當性 沒有正當性 普朗沃博事實上是反民主的候選人 他根本就反對民主 而且他主要的數據就是要回到 回教基本教育 他還逼左柯威找了一個回教的基本教育派 來當副總統 他還因為這樣得罪的年輕人 你就知道他的反對者是 多麼在用回教議題 所以最近你也看到有一些排華的動作 那就是因為積的太嚴重了 那當然就開始排外了 那基本上我覺得印尼人在左柯威領導下 他經濟方方面面是在改善中 成長最寬 包括這次有那麼多假新聞 就是因為網路太普及了 就是因為網路普及才有假新聞 以前怎麼可能有這個現象 那他們的假新聞是比台灣要離譜非常多 就無端的就寫一個很手動的社會事件 然後就說你不能來這裡不然你會被打 這樣 那就太嚴重了 那幾乎所有的人 包括知識界 財經界 還有年輕人 基本上都認為是輸的人搞的 而且坦白講你輸了很多 你輸那麼多你有什麼好講 10% 11個百分 對啊 你輸11%你還有什麼好講 這是1.9億人的國家 你看11%有多少票 委員認為說在選舉無效之數 或是這場選舉他的影響層面 可能不會再擴大 而且美國一定支持左柯威的 但我要問的事情 因為剛剛委員提到一點 現在有一些排華的情緒 因為要有一些情緒的宣洩出口 我說我剛剛的提問是說 暴動會不會擴大 我要徵集在這一點 因為小弟的印象太深刻了 1998年 我才剛剛出來跑新聞那一年 我剛跑新聞那一年呢 就是發生這一個當年的 98年的黑色五月暴動 我當時我還記得 我在新聞部就專門收一些外電 要翻譯要簡介做袋子 那畫面之血腥恐怖 一般觀眾恐怕是難以想像 因為我們看到的是原時代 還沒有馬賽克的 當時也是要情緒的宣洩出口啊 碰到了金融海嘯的風暴 然後當地的政局不穩 然後要宣洩 宣洩最方便的就是找一個目標 當時的目標就是當地的華人 因為華人有錢 所以當地人就把華人當作是 暴動的宣洩出口 喂 永康兄 這個題目我研究過 是 事實上就是舒哈拓自己去散動 是啊 那是當政策的 是當權者散動 他就可以轉移目標 轉華人出去 因為他貪污吧 軍眾在抗議他嘛 他就轉移焦點 是啊 那付出非常大的代價 就是 印尼因為這樣資金外頭400億美金 因為華人有錢嘛 然後大量的人移民嘛 不願意回來 那事實上是左柯威 坦白講老師他這幾年喔 做大和解啦 比如本來那個雅加達市長也是華人嘛 那後來也是被回教徒來抗議了等等 不過就是說基本上大和解的動作 包括比如說華人的學校重來 然後春節可以公開辦活動 都是在左柯威任內 那當然沒有錯啦 黑色五月的真相還是不能調查 這個沒有辦法 不過我覺得 我覺得背景是很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在1998年那個時候 如果我們回到1998 那時候是1997年的時候 開始的亞洲金融風暴 從泰國一直燃燒到印尼 那時候印尼 印尼頓貶值的幅度非常的大 然後當時的蘇哈托 他的那個整個的這個貪污腐敗 整個家族的腐敗 已經是到了印尼人無法忍受的一個地步 那時候是一個經濟下滑的時代 因為經濟下滑 所以執政者他要去找出替罪羔羊 於是他就煽動了暴民 其實確實印尼有那種 排華的情緒在民間 可是誰來煽動呢 那時候是執政者來煽動 而且是因為經濟不好 可是現在的情況是剛好相反 數萬華人被虐殺 可是現在的情況是剛好相反 現在印尼是在走上坡的時候 所以你認為不會從業 60年在虐殺是將近兩百萬 對 那時候更嚴重 可是現在的情況不同的是 因為你看過去這幾年 印尼的那個經濟成長率 都在5%以上 這是印尼有史以來 經濟情勢最好的一段期間 他吸引的外資最多 然後左柯威他的開明形象 在全世界是公認的好 雖然他非常的輕忠 但基本上他在全世界財經圈裡頭 他的聲望是非常好的 所以全世界都歡迎左柯威 沒有人在指責左柯威 在這一次的選舉當中舞弊 你沒有看 聽到國際上面 沒有任何人去聲援反對派 相反的都是比較站在 執政者這一邊 而執政者是要保護華人的 因為他們跟華人之間的關係 是良好的 那現在煽動的排華情緒 是來自於反對派的部分 我昨天剛好碰到一個朋友 他從東南亞過來 他說其實印尼的情勢 已經在被控制住了 那個控制住有一個很大的原因 其實就來自於 左柯威他固然是開明形象 但是他在內部 其實他也算是鐵萬作風 所以不管是封鎖了Facebook 封鎖了所有的這些社群媒體 然後接著軍隊的步步進逼 其實我相信這個暴動 是真的會很快的化解下來 然後接著他可能會有一系列的 就是對反對派的一些制裁 處罰或者你可以講說是報復 但是相反的華人這個部分 在現在的執政者底下 其實反而是相對被保護的 馬來西亞之前也排華 看到印尼之前也排華 不過現在你覺得在印尼 即便是有這麼多的假新聞流傳 要煽動也不會有那麼容易的狀況 你看他的女兒兒子 有當市長的 有當副市長的 有當眾議員的 基本上只要跟杜派 全部都是大獲全勝 有人說杜特蒂他真的非常具有爭議 當然跟剛剛我們天堂印尼的 左柯威開明啊 民主是完全不一樣的 但都是強硬派 強硬派沒錯 但是杜特蒂的嘴巴比較厲害 他嘴巴不單 他嘴巴不單是會罵髒話 會去親別人的太太 然後他還會直接槍殺毒販 但顯然他在菲律賓支持度 依舊是居高不下 我想請問老師 你研究國際的 為什麼菲律賓這個民族 特別不太一樣 與眾不同 其實也沒有特別與眾不同 是杜特蒂與眾不同 尤其是在菲律賓現在的這種 現實環境之下 我個人反而比較不會去特別擔心 就是他們去複製 馬可士家族的那個模式 或是艾奎諾家族的模式 不可能 因為從杜特蒂他的成 他起來的這些背景來講 我覺得那個關聯性相對比較少 可能沒有辦法類比 那麼反倒是菲律賓的人民 對於現在目前執政的狀況 他可替代性並不存在 也就是說並沒有 沒有對手可以說給你更好生活 或者是讓社會更穩定 那麼可能就是杜特蒂旋風 就是說大家可能去原諒他一些作為 或者是甚至去讚賞他一些作為 最主要的是希望藉由這個時段 讓菲律賓再次偉大 他沒有這樣 我知道了 就是說最起碼讓這個國家回到正軌 那個因為過去的所有的這些亂象 大家在某一種程度上 同意他用鐵碗的作法 至少他打 貪打 毒這幾件事情是菲律賓民眾非常支持的 治安 對 治安的問題 不過有人說他接下來 貨備變成要 因為現在其中選戰他是大獲全市 所以接下來大選 他應該也是勝券在握 而且老師講到 沒對手 沒有他不能選 他不能選 因為菲律賓總統只能當一屆 那接下來我們推動修憲 所以你一定要修憲 所以才會傳出這個議題 他的任期是到2022 那他只能當一屆 跟韓國一樣 韓國也是到2022 他推動修憲的計劃 這個還不確定 是有人要幫他推動修憲 不是他本人 因為參議院現在反對派只加四個 那參議院有24席 反對派只有四個人 那我講一下為什麼他會受歡迎 因為我有一些菲律賓的朋友 他跟我說馬尼拉 94%的社區都販毒 你去想一想台北市如果這樣 你受得了嗎 然後馬尼拉你記不記得 那個時候遊覽車被公開搶劫 對不對 所以你就知道販毒嘛 然後治安不好嘛 那誰敢來投資 所以他必須第一個 他要先處理這個問題嘛 沒有錯啦 你剛剛講的也沒錯 他亂殺人啦 大概被他亂殺了大概有6000人 從他當市長開始 所以國際對他不諒解嘛 人權團體 可是他的國內聲望是80% 就是老百姓就是想安居樂業嘛 那沒有說那個執法過程喔 那個誤殺的人很多啦 很多啦 因為那個很多都是窮人嘛 那都住得很近啦 那毒販跟你家就住在隔壁啦 那有時候就抓錯了 所以他要恢復死刑根本是假議題 因為還沒有抓到就直接槍斃了 就幹掉了 就直接幹掉了 他就乾脆不去挑戰死刑 我覺得其實我們在看 其他國家的政治的時候 現在很流行一句話叫做接地氣 我覺得其實像看待 像菲律賓的情況就是如此 我覺得杜特蒂他在國際新聞上面的形象 那當然都是屬於濫殺啦 然後說錯話啦 然後偶爾嘴髒啊 然後甚至於對女性這樣子不尊重啊 我們看到的是這一個面向 可是我們回到菲律賓 人民他們所承受的 就他們承受那一個黑道 毒販 騷擾 然後沒有前景的生活 已經很長很長一段時間了 而且看起來馬可斯家族 不但沒有做好來更糟 然後艾奎特家族也來了 然後也更糟 就你幾乎找不到一個方案 能夠解決他們在生活當中 害怕的現狀 那你看到杜特蒂 他這樣子的強硬的那種做法 你從某個角度來看 是沒有人權 可是你回到一般菲律賓老百姓的角度 他覺得他們至少可以趕出門了 換作是你我 如果我們是生活在那樣子的環境裡頭 你也會忍受所有說髒話的政治人物 只要他改善我的治安 所以我們在看待別人的國際政治 或者我們在評論別人國際政治的時候 我們都不能夠離開接地氣這三個字 不管印尼也好或者是菲律賓也好 印尼跟菲律賓 當然東南亞整體來講 在過去這幾年表現確實是不錯 可是真的確實有好有壞 譬如說泰國其實相對停滯 馬來西亞這一兩年其實並不好 但是印尼跟菲律賓是很好的 那他們的經濟發展的很好 這絕對不會只是單獨的說 整個東南亞的好 不是他們是特別的一支獨秀 那這裡面就跟他們的總統的治理 在治理的那個過程當中 可能有一些大家不能接受的手法 可是它確實是讓外資感投資了 它確實是讓當地的人經濟活絡了 當當地人的生活變好的時候 杜特蒂跟佐柯威受歡迎就可以想像 這跟末底其實也是差不多的 佐柯威聲望是72 所以你看接地氣有多麼重要 不光是綁鞋帶就能夠接到地氣了 我們快來繼續聊台灣的選戰 馬上回來 在台灣的2020大選 現在真的是膠著 藍綠各自都搞不定 那柯文人就在旁邊等 等到看你們誰先出來吧 反正他8月在宣布 而這個禮拜有三份民調同時出現 數字有一些不太一樣 但基本上的一個現象就是 韓國瑜雖然下滑但下滑的跡象 比上個禮拜來說稍微有點止滑了 不過還能掉多少呢 我來看一下 這個是放言做的民調 基本上三份民調的時間 都是在5月15號的前後這兩天 時間點是差不多 但是數字出現不太一樣 那因為有些機構效應 所以調查的單位也說一下 放言 那做的部分是 三強鼎立的情況之下 不管是藍綠組合如何 都是藍軍勝出 那韓國瑜跟郭台銘 大概是他兩個百分點 另外在綠黨所做的民調呢 韓國瑜對上蔡英文跟柯文哲的話 韓國瑜勝 郭台銘出來的話就是蔡英文勝 那如果是對手變成是賴清德的話 那全部都會變成柯文哲 躲下大位 最後在聯合報的民調上面 也都是韓國瑜跟郭台銘勝 但當中韓國瑜跟郭台銘的差距大約 是比這一個放言 所做的要來的大一些 大概差到了4到5個百分點 所以說柯P 我們知道他的民調之前 在辦四大域之前 也曾經在低檔徘徊 但四大域半圍之後呢 他的民調就上來了 那我想請教一下鳳欣你來觀察 韓國瑜他的民調 前段時間跌了這麼多 有什麼點可以讓他再衝回去呢 還是說差不多就這樣子 我沒有覺得韓國瑜的民調 真的叫做調很多 他確實是有下滑的一個趨勢 而且這個趨勢呢 我也並不覺得 他已經真正的止住 才是韓國瑜最大的危機 他真正的危機並不是在於說 我怎麼去挽回我調的這個民調 而是他怎麼阻止他的民調下滑 那本來我認為韓國瑜最好的一個做法就是 回防高雄 就是在高雄去做到 讓所有人都感動滿意 我舉一個例子 我舉一個例子來說 就是說那個態度當然 我覺得那個有朋友提醒我覺得是對的 就是說那個態度很重要 比如說高雄的路平很重要 高雄的地底下的很多很多管線的 各式各樣的問題很重要 如果說今天韓國瑜就像他在去年選舉的時候 蹲在鳳梨園旁邊 然後跟老農一起 這個割鳳梨的畫面 或者是說像去年八二三水災之後 然後他這個就直接腳踏在水裡頭 那樣子的畫面的話 他現在要做的是包括了連夜要鋪道路 或者是連夜我要去檢查地底下的一些情況 他都到現場的話 那我覺得會感動人 因為你真的是素葉匪泄的在為高雄拼 可是我這樣的建議顯然韓國瑜並沒有真正的接受 我看到這兩天他的行動比較傾向的是 他覺得因為民調有下滑的趨勢 所以他要做的事情是更明確的告訴大家他要選總統 所以不管是接受聯合報的專訪 或者是他要參加一些希望能夠擁護他 然後選總統的這一些場合 看起來他要用更明確的方式走總統選舉這一條路 但我覺得這一條路 如果從我的角度來看 我認為這是一個選擇錯誤 好 鳳梨認為說韓國瑜應該要首要之物 不是回到高雄做出讓人感動的事情 如果他選擇的是6月1號要北上台北參加世事大會 這是韓粉 他說韓粉自己自發性的 要號召10萬人回到凱道 韓國瑜你來觀察這會是一個人際觀察重要的一場嗎 韓國瑜當然是啦 因為我覺得郭台銘的優勢當然就是資源整合 因為包括國民黨有一些高層 還有他本來就那麼大的企業集團 能夠結合著媒體的能量等等 讓他迅速再集結啦 而且我估計他可能在兩個禮拜內 各縣市後援會都會成立 因為他下去 各縣市陪的人都是當地的要腳 像黃慶廷啊 然後台東縣縣長 黃慶廷 對 還有雲林的 雲林也是 張立山 張家俊對不對 所以我認為他會很快用打資源組織盤這種方式 把自己架構起來啦 可是就是說你如果在兩個禮拜之後 然後你的民調還是沒有追過韓國瑜 他問題就大了 因為韓國瑜確實有一個優勢啦 他真的比較擅長打群眾戰 他溝通表達跟讓群眾共鳴的能力 我認為是遠超過郭台銘 那當然郭台銘有他優劣的部分 比如說他講大戰略啦 可是問題是那個如何 跟下面的群眾能夠做結合 這是他的大問題 所以他現在就是開始要集氣 集很多人場合那樣 對可是他的 他的氣就是太理性了你知道吧 因為我剛才講的是韓國瑜的部分 韓國瑜那當然是 我認為韓國瑜一路都會打群眾模式啦 那6月1號只是第一場嘛 他接下來還會在直轄市陸續辦 就是表面上是粉絲辦的 可是他說他要來 那各方面就來了嘛 包括電視直播還有他自己的網路直播 一定都配合嘛 那那群人就會又再狂熱起來這樣 那郭台銘 我的觀察啦 他的選民都滿理性的啦 就那個熱度不夠啦 你知道吧 可是選舉因為 那郭台銘只剩下40天 如果說郭台銘還有三個月 那韓國瑜就很不妙啦 可是他只剩下40天 就國民黨的初選而已 對 初選 因為國民黨7月5號就要開始了 對不對 所以你說韓國瑜一定輸嗎 不一定 因為群眾的熱 因為各地的人都被他占過台嘛 所以要還他這個人情 要捲動那個群眾運動 我認為不是很難啊 那 所以他可能在這裡要繼續往下掉 就會被群眾運動撐住 那可是郭台銘能不能追上 那這個就考驗郭台銘了啦 那我也請教一下貴黨 貴黨現在怎麼辦 我們啊 嗯 我們 卓榮泰主席應該也快封了 這段時間快封了 我坦白講下禮拜三的中職會 嗯 大概鷹派的人就是想要強行表決啦 我說實在話 你的音是老鷹的鷹還是蔡英文的鷹 現在蔡英文的鷹都被成老鷹啊 你這個等套了 因為已經 等太久了 我故意啊 等太久了 那當然賴清德他個人提了一個案嘛 那林俊憲也許會幫他代替啦 嗯 可是 卓榮泰願不願意讓表決進行啊 嗯 因為卓榮泰上個禮拜他就說休息 對啊 那萬一又發生這種狀況怎麼辦 其實後來羅恩嘉出來就是有 有挺這個 挺主席 因為貴黨從來沒有 從創黨也來到現在的位置 從來沒有任何一次已經是公布了遊戲規則之後 在黨內初選的過程當中去改變規則 沒有錯啦 這我同意啦 可是你也不能說中職會沒有這個權啦 可是他破了慣例這是事實 不過我覺得現在比較擔心的是 現在不是兩方的爭端 現在變成三方耶 加上了卓榮泰跟羅恩嘉 因為他們兩個人是隨時有可能要請的 他們就是也要堅持他自己的歷史地位 對 他們現在只在乎是這件事 因為他們兩個配情懷疑做主席 他們也是有一些歷史使命的 當然啦 是 而且他們呢 然後在我的任令 改了就不會有一點 有一點